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教师考编活动中 考试里边 它所占的比例有时候还是比较多的 有些地方甚至会出一些有关的材料分析 所以法理法规大家在学习的时候要注意两个方面 第一 基础知识必须了解 我们不说背诵 但是你一定得知道这个东西是守法还是违法 是正确还是错误 第二个在理解的基础上要能够用它去解决问题 用它去解决问题 比如谁应该承担责任 承担什么责任 他为什么承担这些责任 他违法违法什么什么法 像这些东西我想大家都应该是必须了解的 所以它不当是考试里边我们要用到的 其实我们在真正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 那么这些法律法规的东西它也是非常有用的 那我们讲教育法律法规 其实都是和教育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 比如像教育法里有教育法教师法 医务教育法还有你像相关的未成人保护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再加一些政策像国家政策上去教育改革发展国家纲要 还有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等等这些 那么教育政策法规 当然包括教育政策也包括教育法规 我们所讲的内容指的就是这一部分 那么在教师招聘考试中或者在考篇里边 教育法规有的时候它是必考的 所以依法执教是依法治国方略在教育系统的一个具体体现 所以这一部内容是必考内容 大家在复习的时候在初期的体验上面要注意这样几个词语 第一和时间有关系的要注意一下 和时间有关系的 第二和部门有关系的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比如司法机关执法机关立法机关都是谁搞清楚 第三法律责任 大家要注意 比如是行政责任 是民事责任 还是刑事责任 第四有一些具体的数字 大家也要注意 比如什么一年三年五年等等这些 这在考试中经常出现的一些提案 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 出单选题 这些东西就很容易出单选题 或者出多选题 或者出判断题 那么这一部分总共分三个模块 第一部分是基础知识 这个需要大家一定要理解 第二部分是教师的一些违法行为 以及怎样去预防 第三部分是主要的一些教育法律法规的解读 包括一些重要的政策和规定的一些解读 我们主要是把它分成这样三个模块去进行讲的 那么具体内容 我们可以这样去看 像概述部分 讲的是基础知识 比如像法律规范 像教育救济的一些知识 像教育法律关系 教育法律责任 教育法律救济 教育申诉 这都是我们所说的基础知识 那么教师侵权有那些类型 这有时候也是我们需要讲的 另外有几个重要的法律 我们需要注意它的条文 像教育法 义务教育法 教师法 未成人保护法 还有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这是个教育规章 还有像基础教育课证改革 刚要的一些内容 还有像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 刚要的一些内容 就是这个中长期规划的一些内容 我们也要知道 当然了 这一定是个重点内容 这个教师侵权的 也是个重要内容 还有呢 这也是一个重要内容 这是在教师招聘考试里面 容易出现的一些关键的节点 我们需要注意 你想这儿的 这个基础教育 课证改革 刚要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发展改革 刚要 这里面有些小题 我们需要注意 其实像这个内容 我们在新课课里面 讲的是比较多的 新课讲的比较多 下面呢 我们首先看第一步内容 教育法律基础 那么教育法律基础 这一部分里边呢 我们要讲的内容包括 一概念性的问题 二法律规范 三法律关系 四法律责任 五法律救济 首先看第一部分 概述部分 要了解 什么是教育法律 什么是教育法规 什么是教育政策 教育法规分哪些类型 在体系结构上 就在它的法律 源源上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结构 在法律效率上 是怎样一回事 还有它有哪些功能和作用 我们说教育法规 说到教育法规 一定会说到一个词语 那就是教育法律 那教育法律跟教育法规 这两个词一样不一样呢 这两个词是有区别的 我们看教育法规 是有关教育方面的 法律条例规章党规范性文件的总和 是一切调整教育关系的 法律规范的总成 这里面它是个总成 这个总成的意思就是 所有的这些规范性文件 都叫教育法规 简单说就是各种法律和规定 所以它是个广义的概念 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从广义上去说 叫法规 法律是啥意思呢 法律是狭义的 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制定并通过的这些文件 叫法律 所以它是狭义的 像我说在教育里面的法律 有哪些呢 像教育法 这是一个 这个还叫基本法 除它之外 像义务教育法 教师法 民伴教育促进法 高等教育法 职业教育法 还有你像中华人民共和国 学位条例 这些都是教育的法律 其中教育法是教育的基本法 下面这几个呢 是教育的单行法 这就是全国人大 这个是全国人大通过的 下面这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他们就叫教育法律 比较窄 那不管是教育法律 还是教育法规 都是国家权力机关 制定并通过的 带有强制性的 国家权力机关 制定并通过的 带有强制性的 那什么是教育政策呢 教育政策就比较灵活了 它是党和国家有关机关 去制定的 一些规范性的文件 它都具有灵活性 而法规是具有强制性的 那么教育法规和教育政策呀 它是有相同点的 它也是有不同点的 那么教育法规和教育政策 首先他们有共同的目的 都决定上层建筑 到这还对着呢 它的共同点就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 都决定上层建筑 第二 他们有共同的目的 但是 他们的制定主题不一样 比如说 谁制定的不一样 是国家 是党和国家 执行方式 规范效力 等等 都是有差异的 所以 他们之间是有区别性的 那教育法规和教育政策相同点是啥呀 直接填上就两个词 共同目的都决定上层建筑 那这就是共同点 教育法规与政策上层建筑目的同 这就是教育法规和教育政策的两个共同点 别填空了 选择呀 都可以呀 判断也行嘛 那它的共同点是啥呀 两者制定的主题不一样 政策是和党有关系的 法规里面的没有党 执行的方式不一样 政策强制性比较弱 而法规就强制性 效力等级也不一样 政策适用范围是比较广的 而法规的适用范围稍微窄一些 所以呢 他们自己的问题也不一样 这就是他们的区别 比较在这几个方面 从类型上去讲 有成文法和不成文法 这是从他们的创制方式和表达方式上去看的 我们简单知道 但是他们范围根本法和普通法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 根本法 普通法是根据他们的效力等级和内容的重要程度去分的 所以根本法 其实它是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并通过的 所以有时候它也是基本法 你怎么说 基本法根本法都是全国人大通过的 在教育里边有两个是根本法和基本法 一根本大法就是宪法 就在一步它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它是所有法律法规的母法 所有法律法规的制定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第二个是啥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它和刑法和民法一样都是基本法 也是全国人的制定的是教育的根本法 是教育领域的基本法 按规定内容不同 可以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 第四个按它的适用范围不同 分一般法和特殊法 所有地域所有人群都适用的那是一般法 特殊地域特殊时间特殊人群适用的特殊法 比如什么什么省什么什么法 什么什么条例 那一定是特殊法 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那一定是一般法 是这个意思 它的适用范围不一样 去法文 适用范围都适用的那是一般的 特殊地方适用的那是特殊的 当然了 这个特殊法一般情况下 适用的时候是优于一般法 从他们的法律远远上去分 我们看纵向结构 那么纵向结构 我们把它分成这样六个层次 这六个层次我们可以这样去概括叫 一最高 二基本 一最高宪法 二基本教育法 这都是人大制定 三单行 这是常委会制定 四行政 谁呢 国务院制定 国务院是最高行政机关 所以它制定的叫行政法规 一最高 二基本 三单行 四行政 五 五是什么 五是地方 地方就是上人大制定 六规章 六是规章 比如部委 各个部委 或者是地方上的省政府 较大的市政府 他们制定的教育规章 像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就是教育部制定的 那它就是个教育规章 像河南省义务教育实施办法 那就是啥 就是个地方性教育法规 像教师资格条例 就是个行政法规 像义务教育法 教师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 那就是单行法律 教育法 就是一本法 宪法 就是根本大法 也叫母法 这是他们的几个层次 希望大家把它分清楚 谁制定的搞清楚 这是全国人大制定的 这是常委会制定的 这是国务院制定的 清拔 这四个层次 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接着再看 宪法是最高层次 一最高 宪法里边有关教育的条款 比如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有受教育的权利 和教育有关系 所以这是最高层次 教育法是1995年9月1号 实施并通过实施的 公布实施的 它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 它也叫教育基本法 也叫教育的宪法 也叫教育的母法 第三 单行法 也叫部门教育法 是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单行法律 你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故教育法 是1986年7月1号公布实施的 但是呢 06年又进行了一次修订 你想 1994年1月1号公布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像这些 它都是单行法律 它只管一个部门 所以它也叫部门教育法 行政法规呢 是由国务院制定并发布的 像什么什么条例 什么什么规定 什么什么细则 它的层次是处于第四个层次 低于单行法 地方行法规呢 是由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 是省级的 这些人大 报 人大常委会被案的 这是我们地方行法规 那么教育规章 是最低级别的法规 总共从纵向结构 法律越样去分 有这样六个层次 我们简单称 一最高 宪法 二基本 教育法 三单项 四行 这就是我们说的四个级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是教育法律法规的最高层次 判断题 有点小问题 为啥呢 那这个最高层次 应该是宪法里面有关教育的条款 才是最高层次 是宪法才是最高的 所以错误 根据宪法的规定 国务院有权制定和发布什么 国务院是最高行政机关 那所以他有权制定和发布的就是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属于什么 是全国人的常委会制定并通过的 这是啥呀 这是单行法 它应该是一个单行法 从恒样结构上去分 它分各类 比如有基本法 有基础教育法 有高等教育法 有职业教育法 这里面我想强调一点 那就是希望大家注意一个学位法 学位法是比较早的一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但是呢 它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其实它也叫学位法 它也是一种教育法律 不过呢 我们掌握这个知识点的时候 要知道它是建国以后最早的教育方面的法律 是最早的教育方面的法律 知道这一点就行了 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建国以后的第一步教育法律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 它就是最早的 那也就是说 把学位分为什么 学士 硕士和博士这样三级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说学位法 学位条例 这也是个法律 注意这一点就行了 这个1986年 它不是最早的 这个是1994年 这个公募实施 这是1995年 所以这个才是最早的 那么下面一个内容 就是我们要了解关于教育法律的制定与执行的有关知识 我们把它分成这样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立法 立法我们必须注意立法机关 立法机关它也叫权力机关 在我们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就是全国人大 第二我们要注意它的实施 那实施里面肯定要确定一个问题 叫执法 谁来执法呢 在我们国家是行政机关去执法 行政机关去执法 那么还有个问题叫司法 那在我们国家谁是司法机关呢 像法院行使审判权 是司法机关 检察院行使检察权 它也是司法机关 那么我们具体要找的内容呢 注意这样几点 第一点 在教育立法方面 立法机关在我们国家 指的是广义的教育立法 不是侠义的 我们指的是广义的教育立法 不是侠义的立法 广义的立法 是一切国家权力机关 一切国家机关 而侠义的教育立法呢 指的是国家权力机关 就就是立法机关去立法 就是人大去立法 所以我国的教育立法是广义的 是广义的 那教育立法的程序中啊 最最重要的我们知道 由草案 草案的审议 表决通过 公募实施 由草案编成法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 表决和通过 没有表决和通过 咱能成为法呢 像宪法和一般法 就宪法和普通法 它们区别上表决和通过的时候 要求不一样 你看宪法要求 要超过三分之二 你想普通法呢 要求超过半数就行了 这是啥 这就显示出 他们的等级和效率是不一样的 我在教育立法的时候呢 有个基本原则 就是执法从属于母法 大家看这四个层次 宪法 教育法 义务教育法 我们先看它三个 宪法是所有法的母法 所以教育法的制定和实施 要依据宪法 那么义务教育法呢 宪法和教育法 都是义务教育法的母法 所以义务教育法的制定 要依据宪法和教育法 执法从属于母法 等级继分 上位的一定是母法 下位的一定是执法 那么教育法国的实施里边 我们需要注意就是 教育法规的遵守呢 包括禁令的遵守 义务的履行 权力的享用 不让你做的 不认做 禁令 让你做的你必须做 那叫义务 让你想受到去去享受 那叫权力 司法机关 包括法院 审判权 检察院 检察权 司法的基本原则 其实就一句话叫 司法平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好 这就给我们一个启发 那就是我们在做判断题的时候 凡是在判断题里面出现这样一个词语 说谁谁谁例外 他一定是错的 为啥呀 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通常情况下 普通法律需要经过全国人大代表 过半数通过 正确 我国宪法 必须经过全国人大代表 三分之二 表决通过 正确 党的教育方针政策 是制定教育法规的直接依据 方针政策 是法规的依据 法规是方针政治的具体体现 正确 这个呢 我们在课本里面是可以找到的 执法 执法机关实验搞清的是 国家行政机关 及其工作人员 这点可以确定 那么政党不是行政机关 企业不是行政机关 学校是事业单位 也不是行政机关 所以这些社会组织 他们都不是执法主体 用啥 他不是行政机关 没有执法权 比如学校罚款 企业罚款 都是错 他不能罚款 为啥 没有这样的权利 所以他们罚款是违法的 没有执法权 罚款是一种执法活动 所以执法机关 是国家行政机关 教育局 有执法权 工商局 卫生局 这个劳动局 公安局 都有执法 执法权 因为他们是执法机关 教育法规是管教育部门的 与其他部门关系不大 政党 企业 学校 也是执法主体 这个肯定错了 那么教育法规是管教育的与其他关系不大 谁说的 教育法规和其他部门也有关系 不单单是管教育部门的 他也管其他一些部门 也管了其他一些社会组织 所以这个也 也错 下面一个问题 教育法规的效力 怎样是体现出来的呢 教育法规的效力 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 时间上的效力 有什么时候生效 什么时候失效 有没有素极旧往的这样一个权利 这个我们一般不多看 第一效力 对哪些人 对在哪些地方范围内有约束力 这个一般我们也不看 但是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 就对哪些人有约束力 要特别注意了 叫人的效力 这个人的效力呢 对哪些人有约束力 它有很多原则 有保护性的原则 当然在我们国家 是这样规定的 是 凡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 法律对它都有约束力 只要是在中国境内居住的 无国籍的 或者是外国国籍的 对它也有约束力 这个原则 那就叫 折中主义原则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 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 我国法律对它都有约束力 那比如像这个问题 说居住在新加坡的 中国籍的七岁男孩 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约束 对不对 确定了 中国籍 有约束力 中国籍吗 有约束力 最后一个问题呢 我们说的是 教育法规的功能和作用 在这里面我们注意 关键词就行 从内在上去说 教育法理法规呢 它具有规范功能 标准功能 预示功能和强制功能 什么是规范功能 那就是说呢 有些东西你是必须执行的 这就是规范作用 所以他对人的行为 具有种指引的作用 外在表现叫指引 同时呢 它也是一个标准 比如说哪些做的罪 哪些做的不对 所以它可以起到一个评价作用 预示啥意思呢 预示就是说 哪些东西我可以做 我做了之后 我受到表扬 哪些东西我不能做 做了之后受到制裁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种教育作用 它预示了 我哪些可以做 哪些不能做 强制功能啥意思啊 它是保障人的 比如让你做的你必须做 那是啥呀 义务 让你享受的你必须享受 那是啥呀 权力 所以这是有强制性的 一种保障作用 我们注意后面的关键词 必须执行的 规范指引 判断衡量的 标准评价 鼓励制裁的 预示教育 权力和义务的 叫强制保障 我们做两条题 体会一下 我国教育立法的根本依据 教育法规的最高层 一说最高 宪法 对于整个教育全局 其宏观调控作用 被称为教育的母法 宅了 那教育的基本法 教育法 教育法规 作为国家的一种普遍的强制性教育行为标准 就衡量判断 你说衡量判断 那是啥呀 评价作用 教育行政法规 是由谁制定的教育 关于教育行政管理的规范性文件 行政法规 那叫行政机关 国务院 国务院是个行政机关 那国务院 我们看这一章 我们所讲的主要内容 在概述部分 首先我们讲了法律法规 讲了三个概念 教育法律 狭义的教育法规 广义的教育政策 和教育法规 有区别 也有相同点 第二个内容 讲的类型 我们特别强调根本法和普通法 宪法和教育法 都叫基本法和根本法 是全国人大制定的 在体系结构里边 我们讲的纵向结构里边 前四个层次必须掌握 叫最高层次 宪法 基本法律 教育法 单行法律 像教师法 义务教育法 行政法规 国务院制定的 制定和执行方面 我们讲的立法 这个过程 叫执法 从属于母法 立法机关 是全国人大权力机关 执法机构 是国家行政机关 那么学校 是事业单位 它不是行政机关 没有执法权 不是执法主题 在功能和作用上面 我们强调了它的规范 标准 以及其他几个功能 希望大家下集之后 注意这一部分里边的 那个关键词 大家要特别注意 这就是第一章里边的 教育法规的基础知识 概念性的东西 希望大家注意参考一下 课本 最后有问题是法规效力 特别强调人的效力 我们在确定对哪些人 有效力的时候 我们强调的是 折中主义原则 凡是中国国籍的 二 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的这些人 我国法律对此有约束力 那这儿其实就出天空了 判断了 你想两个词 折中主义 想对哪些人有作用 有效力 有约束力 这是在这里边的几个考点 好 这一讲就到这儿 同学们再见